因为当时很深情 不,你能不能 咱们不都平静了吗 咱能讲点 看着我的那个手 咱能讲点美好的事情吗 美好的事情 是这个情况,张老师 因为我现在一回想起当年 我就又愤怒 所以我现在有时控制不住 其实我现在挺美好的 不,不,不 大学里面 后来成绩怎么样 后来成绩 毕业了吗 大一的毕业了 你有毕业证 有毕业证,有学位证 四级过了吗 过了 有毕业证,有学位证 这都是硬件上没问题 你还有什么 我还有国家高级程序员 高级程序员 对 这个难考吗 二位,几位 高级程序员还是挺难考的 挺难考的 我当初没考上 你是几几年毕业的 04年 几几年考上高级程序员的 03年 那他在学校里 确实付出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心绪 这样啊 咱们现在迅速的进入到工作状态 刚开始工作 挣多少钱 刚开始是2000 2000 现在挣多少钱 月薪 15000 15000 在这个过程当中 巨车是不断的换工作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就是为了钱 现在生活状态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是 有车 然后现在租的房子 好 你刚才说有什么证 一 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 二 国家高级程序员 高级程序员 三 系统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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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证难考吗 系统分析师比高级程序员还难考 但是他已经29了 其实这个两个证无所谓了 主要看工作经验 已经无所谓了 来说工作经验 我以前做过 加油好男儿 那WARF 手机推广 整体的技术支持 第二 还有就是中国 移动联同20多个省的 手机彩信大赛 比如 世纪互联 可以举办一个 那种新婚人的 那种拍照 用彩信 用手机 可以自拍一下 然后传到网上 进行投票和下载 好 今天要找到工作 就是IT的技术总监 技术总监 好 各位 IT行业来程 因为我看你的简历 你写的是工作狂 我觉得好的工程师 好的技术人员 肯定是工作狂 所以我想知道 多么的工作狂 你工作时间怎样的 前些年 07年以前吧 我基本上一天工作 20个小时 一天 对 只睡4小时 对 有的时候睡觉 多梦上厕所的时候 都在 你是把床放在办公室了 是吧 差不多 那我再问你啊 如果说你今天 这里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那你允许自己 几个月不工作 我现在有一些积蓄 但是我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还可以 通过别的方式去找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可以发简历 到网上 以前我的工作方式 就是投到 你现在已经投了吗 现在没有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不同时投呢 为什么你想换工作的时候 不同时 比如说 这到处投简历 他们就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 不同时几步走 而非要把非你莫属 放在第一步 为什么 第一 我想跟boss直接面对面 直接面对面 第二 我想锻炼一下自己 锻炼自己 因为我八年的技术 我感觉确实有一定的 第三 第三 我很崇拜你 小魏啊 有了第三点之后 你的回答变得完美 美好 来吧 第二位来做出第一次选择 你们决定让小魏 适趣适流 选择 互联网没关的 对啊 叫什么 孙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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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杜魁老师啊 好 大家连开得非常好 现在还有五位留了下来 这五位都是和互联网有关的企业 你要向他们展示 天生我有财 孙伟啊 孙伟啊 来吧 OK 你上一家公司 离职这家公司 你具体做的什么项目 是WAB 还是开发这个 网站的应用 那个手机上的应用 APP WAB短信都有 WAB短信没有APP是吧 没有 OK 那我明白了 这样小薇你说一下你的所有技术吧 Java 开发语言 数据库 Sirco Server Oracle 这是一直在项目中应用的 这些是永远不会变的 程序开发语言 但是 但是你用Java以前做过哪些东西 Java做过 什么样的项目 WAB WAB项目 包括一些管理平台的项目 BOSS项目 WABJava 就是用Java生成WABWM语言 那你如果对Java比较熟的话 你为什么 我明白了 用Java来去做安卓的操作平台 你做过吗 你为什么刚才一直在讲 这个WAB 其实我一再讲客户端 他只做过一个 就是用Java生成一个 转化语言的一个转化器 这个还是差距很大的 孟严 你们的技术讨论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相信该听懂的 你们听懂了 听不懂的 我们永远听不懂 OK 不要再显示 你们的理工科背景 我们听不懂 谢谢 再见 于佳 我来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很好奇 就是说你是怎么样 从一个很难与人相处 可能情商不是特别高的状态 到现在 我觉得你还蛮自如的在这里 能够与人相处 还包括你能够带领一个团队 你这个是怎么转换形成的 做IT的有双重性格 有一面在工作中就很活跃 到了现实生活中就很 很蔫蔫的那种状态 其实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马上就30了 这个阶段 真正的阶段是带领团队 管理经验 以及与人沟通 程序 包括开发语言 这些写程序写程序 能写到多少岁 写到35岁 再写能写多么 白头发估计就全部白了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与人沟通 带领团队 我问一个问题 邵刚老师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现在 这个有一家公司 它的规模比你上一家公司 要大很多 比如说它 现在能给到你 你想要的待遇上的一个提升 但是可能不能给到你 技术总监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你会怎么考虑 我要考虑公司的发展前景 给各自我的发展前景 重新问问题 啰嗦 我给你翻译一下 简单的话 现在职位给不了那么高 但是钱能够比你要求 以前的那个一万五要高一点 能不能接受 我真的比较现实 钱重要 来吧五位 建哥 好 三位 先职业一下 三位 你们要说一说 你们实贡的职位 白鹤 我提供的 没法提供技术总监 我提供的是 我们无线事业部的 高级工程师 这样的一个职位 来 这是 巨美优品 一个专业的 销售化妆品的网站 这样说吧 作为我以前的程序员 所在现在 我没法在节目中 直接给你title 职位是 看他实力 高级工程师保底 如果做好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 团队决定强化 总监也好 架构师也好 有你的实力决定 有团队决定 来 听一下 同心是 银泰网 银泰网 那我能给你提供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呢 是 技术部的 高级经理 或者项目高级经理 比如说 web站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我们 我们的 m.intight.com 也是刚刚上线 APP安卓系统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从这块做起 然后你可以学到 更多的EC系统的 更多方面的一些 接触到 他们的一些 更多的东西 有发展空间的 三份工作 来自三家互联网企业 百合网 巨美优品 和银泰网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 变 好 十位都知道了 对吧 对 慕言慕走 那是银泰网 怎么突然薅出把眼镜戴上 什么意思 实在啊 我要谈甜了 我刚才能 好 祝你成功 谢谢 开始吧 我觉得你特好玩 我们高级工程师的上限 就是一万二 我可以给你这样的工资 然后试用期也是这个工资 不降薪 就是这样 然后其他的福利什么都有 慕总啊 你刚刚那十分钟之前 你不在吗 我不说话了 你上 刚刚十分钟之前 你不在吗 你没听到人家的要求吗 在数字上面 对 但是他一万五是技术总监 这个level的嘛 但是我现在 我觉得你暂时不能做技术总监 我必须考察你 所以你来之后先做这个高级工程师 慕言啊 我对小魏没有任何私人情感 我认为你有点调戏的 他是一个很实际的 要希望加薪的人 他离开的那份工作 一万五 你不能给他未来画饼 咱们先不画饼 你如果留下来 就说明你有诚意 给他提供一万五 然后大家 他响响响响响离开了 陈欧被他灭掉了 我们的游戏环节是在上一个环节 我不谈钱 到这才谈 那如果到这 你满足不了 而他只留了这么两家 小魏啊 那这样吧 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 薪水当然重要 管理层对你的尊重也是很重要 记住这一点 我同意 但是我对你是很尊重的 这样吧 这个我承认我的错误 所以呢 是试用期一万二 转正以后一万五 小魏小魏小魏 说实话 你是做程序员的 你也知道 这样轻易给工资 给工作 是不靠谱的 其实我开始给你的 是对你最尊重 我就可以告诉你 小魏没关系 不要说话了 你已经谈完了 你直接告诉他 我不跟你谈了 说 你直接说话 说的你不合得谈了 不谈了 还有一箱的 我觉得杭总 小魏你好 您太王能为你提供的 这个技术高级经理 或者项目高级经理 试用期 一万五 转正 一万八 五险一斤 都有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百合网 还是银太网 或者选择 谢谢 再见 再见 您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百合网 还是银太网 或者选择 谢谢 再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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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园吗 是一家园吗 你想去的是 是一家园 少刚我能说一句话 你能说 因为虽然我也是互联网 但我是唯一一个不是非技术性管理者 所以在面试一个职位时 我当时想说一句话 举手你没叫我 说如果你想来的话 我需要安排 季度比试和技术面试 这咱俩 私下聊 你选择离开 这个机会我可以给你 好 一样一样 是欢迎你来找我 这样吧 小魏 咱们说好 找到工作之后呢 通的信 第一 第二 生活很美好 记住那个手势 对 记住了老师 第三 第三 别相信花饼 对 我刚才并想说这句话 第四 我们要选择尊重我们的技术 另外 再见